大世界, 小知識 我是鈴鈴姐姐 我是Bonnie姐姐 我是浩亭哥哥 今天我會用幾條問題 考考大家對世界的認知 我先說說遊戲玩法吧 每組派一位隊員到漁池那邊 之後我會有幾條問題 每條問題有三個選擇 分別是三文魚壽司 玉子壽司和蝦壽司 聽到問題之後 就看看哪個正確答案 在漁池哪個組員調回相應的壽司 然後把壽司放在你們選擇的火車上 就看看哪一輛火車最快到達終點 沒錯, 做得好的小朋友 可以到波波池選禮物 歡迎你們,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 我是陳偉珍 Jaden, 今年九歲 大家好, 我是楊柏妍 Bosco, 八歲 我是盧希和Daisy, 我今年八歲 大家好, 我是陳一鳴 我今年九歲 歡迎你們 小朋友, 你們在香港 有沒有見過電波塔呢? 沒有, 你們呢? 小時候有見過 這次我帶大家去日本 考考你們對電波塔的認識 不如派一位隊員到漁池那邊吧 好, 來到這裡 好 好, 我們走吧 晴空塔是位於日本哪個城市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大阪 玉子壽司代表 東京 蝦壽司代表 勁道 請選擇 選擇 到底是什麼呢? 有什麼? 頭水 是玉子, 好 好, 給我 然後就要過去了 小心, 你也是玉子的 好, 兩個都要去 這裡 快點回車了 小一點… 好 好 兩次都選了同一個答案 不過Bosco那邊比較快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玉子壽司的東京呢? 因為我在電視上見過 你們這邊呢? 我也在電視上見過 看來大家都是看電視 知道這個答案的 究竟答案是嗎? 答案是… 究竟是什麼呢? 會不會真的答… 玉子壽司呢?會不會… 你們全部都答對了 下一題 晴空塔的別名是什麼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天空樹 玉子壽司代表 未來塔 蝦壽司代表 夢想成 請選擇 好 是什麼呢? 可以給我 好, 可以出去 這裡選了玉子壽司和三文魚壽司 你很快 很快 很快, 看看哪個快點 能追到嗎? 能追到嗎? 兩邊都選了不同的答案 不過這邊的玉子壽司 先快點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 玉子壽司的未來塔呢? 因為我覺得她的外形很特別 所以我選擇未來塔 這邊選擇了三文魚壽司的天空樹 很可愛,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答案? 因為它很高 不知道哪個答案適合呢? 我們一起看看 答案是… 有沒有人適合呢? 答案是… 答案是三文魚壽司的天空樹 下一題 情空塔內部有哪種設施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火車站 玉子壽司代表 過山車 蝦壽司代表 水族館 請選擇… 很快 手很快 可以快點過去了 來也很快 很快 來 隨便放 追到嗎? 追到嗎? 對 很快 不要緊 兩邊選擇了不同的答案 這邊先快點 你們選擇三文魚壽司的火車站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火車站? 因為如果有火車站 然後旅客乘坐車過來就會比較方便 對, 也對 這邊選擇了水族館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是水族館? 我覺得一座塔應該沒那麼大 不能安裝這些東西 就應該安裝到水族館 兩邊也很有道理 對, 不知道誰適合 答案去… 是水族館還是火車站? 答案是水族館 這邊答對了 太好了 剛剛大家都做得很好 不如我們現在去波波池拿禮物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那我們就一起… Hands up and go 好 你們選擇這麼多禮物, 開心嗎? 開心… 好, 那我們回去吧 太好了… 小朋友, 先問你們 你們會想去世界各地什麼地方參觀呢? 我想去英國 因為有很多博物館 對 那你呢? 我想去巴黎, 因為有鐵塔看 對 那Posco呢? 我想去日本北海道 因為可以喝到很美味的牛奶 我也是, 那Jaden呢? 我想去美國看自由神像 我也是, 我也想去看 不如我們就看看這個小知識吧 在日本東京說起地標 以前第一時間會想起東京鐵塔 但是自從2012年 東京的晴空塔員工之後 很多人都覺得 他已經取代了 東京鐵塔頭號地標的位置 其實東京鐵塔主要的用途 就是傳送電視、電台等的廣播信號 但隨著城市的發展 東京建了很多的高樓大廈 就影響了電波信號的發送 為了對應這個問題 當地就決定建了更高的發射塔 就是東京的晴空塔 晴空塔又叫做天空樹 塔的高度是634米 是暫時當今世上 第一高的自立式電波塔 它的建築風格結合了傳統和現代 也有先進的內陣礦風技術 才可以令到高塔又堅固 又安全地樹立在東京 不可以以為晴空塔 只有一座電波塔那麼簡單 它還有氣象研究的重要據點 此外, 晴空塔可以成為 熱滿景點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除了外形特別之外 塔裡面還有不同的設施 例如餐廳、天文館、水族館等等… 足夠旅客消磨大半天 先問問你們 你們知道有什麼稀有動物嗎? 中華大海豚 這邊呢? 中華村山的 對, 接下來的問題是 關於貧林絕種的動物 你們每組派一個隊員去魚池那邊吧 我們可以上來吧 北極紅的毛是什麼顏色呢? 白色 玉籽壽司代表 灰色 蝦壽司代表 透明 請選擇 你覺得是什麼? 丹文魚壽司 很快 丹文魚壽司 上去了 好, 過來了… 好, 我們… 不要緊, 你… 放上去… 你想看誰 這個 嘗試慢慢控制 Cover 好快 對了 加油, 幫你打開 成功了 可以過來了 放免架嗎? 好, 打 兩邊都選擇了同一個答案 不過Bonnie姐姐這邊先快點 你們就選擇了白色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白色? 因為平時看北極紅的照片 看得多, 全部都是白色 Bosco這邊呢? 因為有時看電視 也看到一些北極紅 也看到一些沒有白色 也是 不知道答案是否白色 兩個都適合, 還是兩個都錯呢? 原來答案是透明 兩邊都答錯了 下一題 北極紅的皮膚是什麼顏色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白色 玉子壽司代表 黑色 蝦壽司代表 玉色 請選擇… 看看你們選什麼答案 白色 你叫給她聽吧 哪個答案 你調哪個壽司? 白色 白色 白色是什麼? 魚吊了 可以出來了 三文魚壽司, 是嗎? 可以 你選擇了蝦壽司 沒錯 好 在這裡 下面 這次Dosco和Jayden的火車 快點先 你們就選擇了三文魚壽司的白色 為甚麼你們會選擇白色呢? 因為通常北極紅都是白色的 那倒是 那你們呢? 你們選擇了肉色的 因為人的皮膚都是肉色的 對 很像是, 不知道答案是誰呢? 答案是… 會不會是白色呢? 剩黑色呢?剩肉色呢? 原來答案是黑色 我們沒人答對 下一題 北極紅主要捕食甚麼動物維生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海豹 蚁子壽司代表 蟲鼠 蝦壽司代表 狐狸 請選擇 你覺得是甚麼? 這個很快 你也不知道嗎? 很快選擇了答案 可以過來了 選擇甚麼壽司呢? 也是選擇三文魚壽司 放上去, 放哪一架呢? 這個嗎? 這個火車嗎? 這個火車嗎? 好, 出發 很快, 但都追不到 兩邊又選擇了同一個答案 不過Bosco這邊先快點 你們選擇了海豹, 為甚麼? 因為它居住在北極的附近 你們呢? 為甚麼會選擇海豹? 因為我覺得另外兩種動物 未必能生存在那麼冷的地方 真的用排除法 兩種動物都選擇了同樣的答案 但不知道是否正確 答案是… 答案會否是海豹, 一起答對呢? 真沒問題 太好了… 大家都做得很好 不如我們現在去波波池拿禮物吧 拿了這麼多禮物, 開心嗎? 開心… 好, 我們可以回去吧 小朋友, 先問問你們 你們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呢? 我最喜歡吃貓, 因為我家裡有養貓 那你呢? 我最喜歡海豹 因為我覺得海豹很聰明 那你們呢? 我最喜歡大灰熊 因為牠又大隻, 而且又強壯 我最喜歡松鼠, 因為很可愛 不… 不如我們先看看這個小知識吧 黑貓黑色, 白貓白色 紅貓黑色, 紅貓黑色 那北極紅又是什麼顏色呢? 大家都會以為北極紅是白色 其實大家都被眼睛騙了 其實北極紅的毛髮是透明的 而且中間還有中空的小管 不過因為光線的反射 就會令牠看起來好像白色 就像我們平時看到的雪花 都會以為牠是白色 但其實牠是透明的原理一樣 其實北極紅的毛髮防水、隔熱 就算去到很冷的地方, 也不怕 而且北極紅還有一件事 大家都不知道的 就是牠的皮膚是黑色的 北極紅是屬於獨居的動物 牠最主要是捕食海豹 牠奔跑起來最高的時速 是可以去到每小時40公里 所以被牠看中的獵物 大多數都逃不掉 不過由於全球暖化和冰川溶化 就連這麼強悍的北極紅 都面臨生存的危機 所以我們保護好環境 減少碳排放 不僅是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也關係到北極紅的將來 所以近年人聽到很多環保組織 都叫我們救救北極紅 我們真的要好好保護地球 不然有很多物種都會消失 沒錯, 而且大家今天做得這麼好 好, 我也有禮物獎勵你們 登登登